火箭震撼以色列阿什克隆 铁雄飞弹拦截爆炸声 一大早哈马斯就发动空袭 两边天天护炸 哈马斯说以色列空袭加萨 反而害死被绑架的自己人 哈马斯发言人最新说法 目前手上还有200到250名人职 其中只要确认身份 不是以色列国民 就会找适当时机放人 像这种哈马斯最新宣传 喊话主要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发送 因为他们遭到脸书和Google禁用 Telegram从俄罗斯起家 目前在杜拜运作 讯息可以加密 不受审查 不只哈马斯 ISIS曾经也爱用 许多哈马斯相关账号 在尾巴冲突后追踪人数暴增 也让Telegram成了哈马斯宣传主战场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